田田是何家如的闺蜜,也是一名妇太太,她平时的生活,除了买衣着首饰,金银珠宝,就是和一群妇太太喝茶聊天,在她的人生理念中,没有什么事前解决不了的问题。 而她的儿子,在这种环境下长大,成为了一名王尹少年。 为了让田田改变生活习性,也为了让儿子借一借王尹,田田的丈夫田东,带他们参加了一个回到山村进行修行的组织活动。 在这里组织人员会没收手机等电子设备,参加人员要自己洗衣做饭种地,不能吃好的,不能穿好的,就连夫妻生活都得节制。 田田刚开始以为,田东只是带他们来体验一下生活,但是没想到田东竟然喜欢上了这里,说什么都不肯下山了。 田田怎么能受得了这种苦呢?于是在意识到田东铁了心要留在山上后,便趁那里的人不注意,偷偷地带着儿子下山了。 下山后的田田决定离婚,反正田东有的是钱,如果离婚的话,他可以分到一大笔钱,有了这一笔钱,他就可以和儿子衣食无忧地度过下半辈子了。 至于田东,他喜欢在山上就让他在山上吧,反正自己是不会和他在山上过一辈子的。 为了离婚,田田找了一家律所帮自己代理,结果律所的律师在调查田东的资产信息时,却发现田东早就已经破产了。 听到这一消息后,田田如同晴天梯立一般,他不相信田东破产了,一定是田东怕他离婚,偷偷地转移了婚内财产。 于是,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,田田又带着儿子回到了山上,开始从田东的口中套话了。 可是,不管田田怎么软磨硬泡,哪怕是使用美人剂,田东给他的答案都是一样的,那就是破产了,家里没钱了,留在山上,他还能护着他们,下了山他就没办法护着他们了。 见自己的计谋被识破,田田也不再周旋了,哪怕什么都不要,他也要和田东离婚, 他就不信田东能看着他们娘俩饿死。 下山后的田田,基本上是净身出户了,可这个时候的田田,从豪宅里拿出了一些东西,足够他们娘俩吃一阵了,所以他也没想过工作,甚至在何家如书给他介绍工作时,他却要何家如给他介绍个富豪,来保证他下半生的生活。 可是坐吃山空中有劲,田田还不等找到下家,就已经快揭不开锅了,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生活问题。 为了养活自己,养活儿子,田田开始工作,在工作的过程中,他终于看清了人情冷卵,明白自己以前有多离谱了。 看着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田田,田东终于肯下山了,原来他并没有破产,这一切都是踏步的局,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田田和儿子,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生活观。